今天我们来分享一道北方的传统美食 营养又健康 而且最重要的它不会增肥药 这道菜兑很多蔬菜都可以用 只要是绿叶菜 包括铜蒿 油麦菜 芹菜 还有一些其他的青菜 都可以用这种方法 今天我们就用从地里刚摘回来的油麦菜 来做一次示范 我们把刚摘的油麦菜洗干净 绿水 然后切成块 首先呢 我们先放上油 在放油之前呢 什么都不要放 因为放油是防止出水 如果你先放盐的话 就会容易出水 所以这一步很关键 如果出水的话 你就要多放很多的面粉了 放了这个油之后呢 我们放少许的13香 然后再放一些盐 把它搅拌均匀 之后呢 我们再倒上一些面粉 如果你喜欢吃炸凉面粉的话 也可以加入一些玉米面粉啊 蕎麦面粉都可以 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啊 和爱好添加 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好了 放在碧档冲了 碧子给弄上 下面铺的布也可以用大片的叶片来代替 我们把拌好面的绿椰菜呢 平铺在上面 然后开火之后呢 让它再用筷子搅拌均匀 让下面没有熟的翻一翻 这样就会让它熟透 第一次水烧开之后 我们搅拌均匀之后呢 再盖上锅盖 再烧几分钟 然后直到看到 看不见白色的面为止 这就蒸熟了 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每次啊 刚出锅的水蒸菜 后期什么都不放 我都可以吃一整盘 作为主食 因为前期呢 我已经放了佐料和少量的盐 不过如果你喜欢口感更好一些 你可以加入你喜欢的口味 比如大蒜呀 生抽 麻油 辣椒 这样更加美味了 这个调料可以根据 自己的口味 如果小孩子喜欢吃这个色拉的口味 我会加点色拉 而且这样的水蒸菜软软糯糯的 因为我用的是比较新鲜的叶子 没有太多的纤维 所以非常好咬 很容易消化 以前我家孩子都不爱吃蔬菜 自从我学会了制作这样的水蒸菜 小孩也超爱吃蔬菜了 我发现我们家小孩特别喜欢 Costco的这种芝麻酱的色拉 所以我就把这个芝麻酱呢 放进去拌一拌 那么他们呢都会抢着吃哦 再也不用担心小孩不吃蔬菜的问题了 这样一道水蒸菜 因为没有太多的油 少量的面粉和大量的蔬菜 大人吃了也不会增肥 小孩吃了更有营养哦 你也试试吧 而且任何绿椰菜都可以这样做哦 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 谢谢大家